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龙它长得有一点复杂 所以小朋友看一看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颜色稍微多一些 主要有黄色 蓝色 红色 绿色 然后这个是肉色或者light pink 这里可以用一些棕色或者橘黄色都可以 主要有这些颜色 当然了 欢迎你自己换颜色 好吧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需要的工具 除了黏土以外 还请你准备一些最简单的黏土工具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把剪刀 有一些形状我们是需要剪出来的 然后呢 我建议大家拿出一张纸 还有拿出一支笔 我们来画一画如何制作它 如果你准备好 咱们就开始吧 来了 老师啊 会把每一步呢 给你画出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清晰的来看到了 第一步 我们需要制作的是龙的头部 那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图形呢 大家看好啊 我们首先需要一个黄颜色的椭圆形 当它的脑袋最底下的这一层 然后我们再往上加入一个椭圆形的蓝色的鼻子 再加上绿色的三个椭圆形 这个是它的毛发 看到了吗 先做这个部分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这个红颜色的龙角 大家看见这几步了吗 我们就先把这一堆给它做出来 好 第一步是黄颜色的龙头 请你自己选择黏土的大小 来决定你的这一只 这一条龙有多大哦 请你自己来决定它 这个龙的身体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脑袋可以相对来说小一点 大家还记得这个椭圆形怎么做吗 先是圆球 然后圆球给它竖着揉动 揉呀揉呀揉 然后轻轻的给它按扁 大家看 看到了吗 我们得到了一个椭圆形 给它按扁 底下可以给它弄长一点 不用太大哦 好 这是一个黄颜色的龙头 然后我们要在这里加上一个蓝颜色的椭圆形的鼻子 蓝颜色的黏土椭圆形 先是圆形 然后给它揉长一点 再轻轻的一按 看到了没 它变成了一个椭圆形 好 我们先把这个椭圆形放这里啊 不要着急 因为呀这里还有两个须子 龙须 这个时候其实咱们可以先把它加上去 两根小小的面条给它加上去 龙的须子 你可以呢用同样的颜色 或者是换一个颜色都可以 我打算用一个深蓝色来制作这两个须子 好 小小的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看啊 我们把它揉成小面条 我这一根啊 直接给它揉的长了一点 大家看到了吗 然后呀 我为了省事 大家来看啊 我用这个小刀子的工具 从中间给它一切 它就变成了两段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拿它当这个龙的须子 那看啊 咱们要怎么放它 好 这里一根 这里一根 现在长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知道 我们一会儿再管它 可以把它稍微的弯曲一下 看到了吗 弯曲 然后把这个龙的这个鼻子呀 放上去 看啊 你怎么弯动它这个胡须都是可以的 怎么弯它都可以 龙有两个小须子 胡须 然后我们给它扎两个鼻孔 一个 两个 大家看到了吗 有一点像小猪的鼻孔 对不对 轻轻地扎两个鼻孔就好了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是我们绿色的毛发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你需要六个椭圆形 六个椭圆形 看啊 一 二 一二 三 左边三哥 啊 这是右边 右边三哥 E R C R E R R 3 这边 1 2 3 看 这就是我们 这些部分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是上面的这个两个鸡脚 鸡脚我们用红颜色就可以了 红颜色的鸡脚 龙脚 然后用两个 把这个 这个两坨黏土给它平均分开 看啊 这个龙脚怎么制作 第一步 先揉成这样子的形状 一边尖 一边宽 大家看到了吗 一边 一边尖 一边比较宽 然后呢 现在你可以用你的剪刀 然后 把这里给它剪开一条缝 看这儿 被剪开了 这边也是 我们给它剪开 剪开以后啊 咱们就用这个手 轻轻的给它分开一下 你看 咱们轻轻的给它分开 让它变成像龙脚的这种方式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安安的脑袋上去了 这是一只龙脚 另外一只龙脚 看到了吗 我们的龙脚 好 现在这一部分要完成了 那再然后是什么了呢 再然后呀 我们要先制作这三个小眉毛 这个蓝颜色的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才是眼睛 这里要怎么做呢 大家看啊 我们要直接在这个龙的脑袋 这个上面贴 那我这样子摆啊 我们要做三个小小的眉毛 一二 哦 不对 我用错了颜色 sorry 我要用这个浅一点的蓝色才行 用浅一点的蓝色 做六个眉毛 这一回的这个橘圆形需要小一些 比刚才绿颜色要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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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三个 然后咱们把右边也贴三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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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白颜色的大眼珠放到它的上面去 接下来请大家拿出白色 哦 这个打颜色干掉 需要换一个 嗯 我的白 我们的白 在这儿 好 你需要 把两个眼球 做的一样大小才行 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 轻轻地按下去 记住啊 这个眼球 一定要盖住这个眉毛 要在它的上面 在眉毛的上面 嗯 你可以用marker 或者是黑颜色的黏土 把你这个龙的眼睛给画出来 画龙点睛 看到了吗 现在呢 它的细节还不够 那咱们怎么来加呢 看这儿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刀子的工具 在这里给它做出一些 羽毛的这种感觉 我们在它的中间轻轻地按一下 或者你可以按两下 让它有一种什么呀 哎呀 滋出来的这种羽毛的感觉 或者说是毛发 不能说是羽毛 因为龙它不是羽毛 它应该是 它这个 啊 综毛毛发一样那种感觉 来 看 你看 我们这样子加上去啊 它呢 就看起来 有更多的detail了 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看起来有更多的细节 你可以在它的这个脸前面 这样轻轻地按两下 让它脸上也多一些褶皂细节 它的这个眉毛上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轻轻地按 太使劲的话 它就会瘪下去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你看 现在的这个龙的脑袋 看起来是不是就细节很丰富了 对不对 好 你做好了脑袋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大脑袋放在旁边 不用动它了 再然后啊 就是要制作这个龙的身体了 这个身体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还好 只要你掌握方法就行了 什么方法呢 第一步啊 我们需要用肉色 剪出一个龙身体的形状来 看见了吗 哎呀 我们要剪出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用肉色 就是这个颜色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蓝颜色呀 蓝颜色我们要往上呢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给它这样子 cover在这里面 给它cover上 把蓝颜色的形状也给它画出来 给它cover上去 它就能够形成这样子的感觉了 咱们先来试一试啊 好 要用什么 第一步 你要先用粉色 粉色做它的base 粉色做它的base 我们给它这样子弄长 我看看啊 咱们怎么能够合适这样子吧 这样子啊 看啊 咱们给它弄成一边尖 一边细 不对 一边宽 一边细 不是一边尖一边细 然后轻轻的给它拍一下 看见了 咱们给它做成这种感觉 一边一定要尖一点啊 我可以给它尽量拍的细一些 然后呢 我对这个形状不满意 我再剪一剪 看 我想让它变得更尖一点 你们看 我是怎么在弯动它 看见了吗 我给它弯成这个样子 弯起来 给它弯起来 底下是弯上去的 弯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对 我这样子给它弯上去了 弯起来 后面还保证有尾巴的地方在 好 剩下的我先给它收起来 然后现在呢 老师想试一个 可能会更简单的方法 咱们来试一试啊 看这啊 更简单的方法要怎么做了 我用蓝颜色揉出一根特别细的面条来 看啊 揉出一根细细长长的面条 这个就很考验你的动手能力了 精细 好 看这啊 我来怎么弄它呢 我从这个尾巴开始贴 或者从这边吧 看这 我给它贴出一个区分线 分隔线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这个呀 我就知道了 我的一会儿蓝颜色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蓝颜色应该都在这边 这里是我肚子上面的粉色或者是肉色 好 看到了没有 然后我们要干嘛 接下来看啊 然后开始 我们要从这个尾巴这里 小圆球摁成小扁片 贴到尾巴上去当它的鳞片 看 最开始我们就贴一个鳞片 把这里的形状给它弄好 让它能够cover 整个蓝颜色能给它cover住 然后呢 我再做更大的球 我往上贴 这里我还要做更大的球 往上贴住它 咱们给这个龙啊 做出一个鳞片效果 可是啊 你看啊 往这边走越来越宽了 要怎么办呢 看着老师啊 我要变成贴两个鳞片了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了没有 我的鳞片一点一点加多 这边一点一点加多 然后我就要给它弄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个龙啊 这个尾巴上是 鳞片组成的 记住要一个cover住一个才行啊 我们的这个鳞片可以越来越大 看到了吗 看到老师是怎么把这个鳞片cover上的吗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两个鳞片 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三个鳞片 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看到老师的这个鳞片是怎么排放上去了吗 这里先不用管啊 这里我们最后再去堵它 好 那这里呢 大家掌握了方法 我们就开始加速制作了啊 好 大家现在看一下啊 老师往他的这个后背上贴了好多好多的龙链 你看都是一片一片的圆形组成的 对吧 然后现在呢 咱们可以这样子稍微修整一下 把他这个后背呀 摁一摁 让他跟这个龙的尾巴的形状更好的贴合在一起 哎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龙头拿上来 看啊 我们把这个龙头拿上来 安在 这个身体上面 看到了吗 我们把这个龙头拿上来 安在他的身体上 哎 你看 这个黏土哎 有时候会变形 然后如果你觉得他的形状跑得太厉害呢 你就在这样子窝窝他 看 怎么样 是不是就有这个身体 是一个龙链组成的这种感觉了呢 那 细节 看 我们要给我们这个小肚子上 加一些红着的条纹 小肚子上加一些条纹 增加他的细节 接下来咱们就要做什么呢 哎 没错的 我们要用这个红颜色 做他的这个后背的背棋 还有这个尾巴 那毛 啊 棕毛 来看 咱们先来做尾巴 因为他的图形很大 那这个尾巴的图形怎么做呢 啊 我们这个尾巴的图形 用三个 这个椭圆形拼在一起 两边要尖 看啊 我们的两边是尖的 按笔 看 得到了一个这个图形 然后还有两 左右两个小一点的图圆 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容是什么rian 用剪刀呀 稍微的修剪一下 它的形状 让它变得很尖 尖尖的更漂亮 看我们这个尾巴的图形 就是这样子拼出来的 可是你看 上面会有这个黄颜色的 装饰 看到我们这个装饰是怎么做上去的了吗 这样子尾巴都做成了 然后这样子给它放上去 你看 你现在的这个龙是不是已经变得非常漂亮了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它已经开始变得很漂亮了 你看我们的龙 是不是它已经变得开始很漂亮了 好一点一点 用半圆形 用圆形的小片片 加上它的这些背棋 加上这个圆形的背棋 再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贝奇亚可以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看到老师是怎么把他藏在身体的后面 要把他藏在身体的后面 给你们看一看 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样的 看到了吗 我们给他藏到身体的后面去 让他从正面看起来很漂亮就可以了 看 最后咱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呢 没错 就是他的小脚 还有他的这个四对 就是他的四只爪子还没有做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用 你可以找一个颜色 任何颜色都行 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这个肉色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小爪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一根小棍 加上 一 二 三个椭圆形 就可以了 一根棍 加上 一个椭圆形 两个椭圆形 三个椭圆形 看看这就是龙的小爪子 放在这里一只 后面 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个爪子 我们把他的身体拿起来 藏在他的身体后面 就像是这个龙的后面 有小爪子 然后这里也可以再继续做 就像是这个龙的后面 我觉得我做这个三条腿就可以了 就挺好看的了 当然了 你可以自己制作这个第四条腿 都可以 三条腿四条腿都行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最后还没有完 我们来差一项 是什么呢 我们得给我们的这个龙 再加上这个大腿 还有这个小胳膊的地方 用一个深一点的蓝色 一个椭圆形 盖在他的这个手上 还有盖在他的这个脚丫子上 有点像他的这个大腿的这种感觉 来看 这样做就可以了 你看 看我们的这一条龙啊 这个时候呢 就看起来已经非常漂亮了 你看一看 现在我们这个龙就完成了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可以加细节的地方 你们觉得怎么加会更好看呢 比如说咱们可以往这儿加上这个条纹 是不是 咱们也再加一点条纹 往这边要加吗 好好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龙 看一看 按到老师家的这些条纹了吗 这不全部都是他的细节 怎么样 把这一张纸 穿过来 大家再看看啊 这是我们的设计 这个呢 是我们的完成品 看一看 怎么样 大家喜不喜欢这一条 又酷又可爱的中国龙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手工了 十二生肖 之 呃 成龙 他叫成龙啊 希望小朋友们喜欢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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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